国民复恋似乎跟童星没有什么联系,因为童星普遍年龄较小,总不能涉及恋爱问题,但是,的确是有些童星,在荧幕上就表现得乖巧成熟,勾起少男少女们的情愫。 在我们儿童时期,也看到了许多童龄的女角色,默默的就成为了我们的初恋,少年黄飞鸿中的夜童,就是我们抹不去的庆葱回忆,夜童在少年黄飞鸿之前,就曾出演过《少年包青尖2》,饰演幼年时期的小蜻蜓一角,而小蜻蜓成年则是范冰冰出演的,可是夜童出演的幼年小蜻蜓,却大又压扮冰冰一头的意思, 把小蜻蜓这个角色演活了,因为审查,发文数量限制等原因,更多于安静危及关注,玉瓶专员小白工从小,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小白玉瓶,后来,夜童又跟市小龙合作,在《少年黄飞鸿》里,饰演更广为人知的欧小倩一角,当时这几位童星的初恋可谓果变大江南北了, 多少少年自我代入,幻想自己也是少年的黄飞鸿,把欧小倩当作自己的初恋女神,而大家大为看好的演员,夜童绝对在市小龙之下,其他一众演员至上,不过夜童却没有再出现在荧幕上过, 虽然大家无比期待她接下来的作品,但是是不见夜童的影子,如今多年过去了,夜童也倒,已经结婚生子,大家都以为她会找个风度翩翩,帅系有形的男人结婚,没想到夜童的丈夫却是一位相貌平平的出老黑,如今已经有了黑人混血宝宝,曾经的女神如今是这样的归宿,你是不是难免有所感慨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